一路跟民眾擊掌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到高雄小港參加 立委賴瑞隆競選總部成立 造勢現場封接 賴清德大進場就走了快十分鐘 可見民眾相當熱情 像一路走到武台中 所以用的時間 我如果車車車比較快 我可以車車車到台南 現場喊出一萬人 畢竟這區可說是綠營票倉 賴瑞隆更是要挑戰三連霸 包含賴清德 小美晴 陳其邁等 都來站台 甚至前行政院長張俊雄 行動不便也要來力挺 客服萬難在國際上被孤立打壓的 當下還是能夠成功的造出 我們自己的潛艦 大家有驕傲嗎 這不只是在台灣 這是在高雄對不對 對 國建國造基地就在高雄小港 包含台船 中鋼等產業工會 都來鄉挺 賴消更是火力全開 一整天兩人都在高雄 先後輔選賴瑞隆 李坤澤 以及李博裔黃堅等立委候選人 希望八席全壘打 張美晴甚至抽空到 平南拉台基站中的徐富貴 我們雙票突破 一百萬票才能夠好嗎 好 立拼高雄百萬選票 賴消狂掃陸戰機體基層戲市 要達到總統勝選 國會過半 三連新聞參與 這由日報的高雄參謀島